美国恒星世界凭哪一条法律 你真的以为他国际上能够以法律为准事啊 今天是个讲理的事件吗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游离走遍天下 无理寸不难行 美国人走遍天下凭什么 游离走遍天下吗 美国人凭他的11支航母编队 全球将近300个军事基地 走遍天下 不是凭着道理 不要期待国际以法律为准事 不要期待我们游离走遍天下 我们近代来这种惨重的教训 你说我们哪条失礼了 1840到1842 第一次鸦片战争 大英帝国就这点兵力 28条军舰 15000军队 我们隔让香港 隔地配管 开隔地配管是先河 你看这个历史 1858到1860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两万五 长驱直入北京 杀人放火 将圆明园复制一举 我们今天有好多人要去恢复圆明园 原来的壮观的倾向 花很多钱恢复 我说为什么要恢复它呢 就是残缘断壁留在这儿 让民族永远的伤痛 永远记住那一刻 我们把它的财源单位全部恢复成建筑 恢复圆明园的本贸 我们可以忘记它吧 1894加勃连军 一支马关陶约 戈尔辽隆漫 到台湾 赔款两亿两百亿 空前的贸易 然后1900更加空前 八国联军起 入行北京 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近代来一败再当 一退再退 一人再人 一直到1949年新的过程 我讲 中国真正融入世界 不是2001加勿世贸 而是1950跨国鸭鸭江 正式融入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 跨国鸭鸭江 也是对东方人的重新定义 必须用西方懂得的行为方式 展现自己的精神意志 才能在强者如临的国家习思中 安然入座 德云